但所有的责任 即刻起辞去民主进步党主席一职 虽然中央执政很努力 但面对这样的结果 我们有许多需要深刻检讨的地方 各位好 我是田田 今天我们来关注台湾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惨败 蔡英文宣布辞职 全台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大败 只剩台南市 高雄市 屏东县 嘉义县 澎湖县等五县市 原本选战激烈的指标县市 包括基隆市 台北市 桃园市 新竹市全书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于周六晚间 于民进党中央党部发表谈话 表示选举成绩不如预期 虚心接受 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 九合一选举结束 民进党大败 蔡英文于周六晚上九点十分召开记者会 由于民进党在这次九合一大选县市长 只拿下五席 北北基桃主选情果然一时无命 蔡英文宣布 即刻起辞去党主席一职 蔡英文并说 苏院长已向他口头请辞 但我已经未留他继续打拼 周六晚间陪同蔡英文一起召开记者会的 还包括秘书长林希耀 民进党之前因为林志坚论文事件 以及棒球场争议 党籍立委高嘉瑜预言 恐惠造成北北基桃主选情一时无命 果然验证这个结果 选前蔡英文提到要817万票投给她的选民 支持民进党 这次选举显然是台湾民众给蔡政府的其中好 打不了及格成绩 也验证抗中保台牌失灵 民进党这次拿下嘉义县 高雄市 台南市 屏东县及澎湖县 丢了原本执政的桃源市 新竹市及基隆市 堪称大败 而被称为离首都市长最近的一次激烈的三角都 最后由国民党的蒋万安出现 民进党也堪称大败 由于蔡英文这次垄断了所有县市长提名权 因此外界认为蔡英文要负起责任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新闻内容视频均来源自网络 我是甜甜 咱们下期再见 新闻内容视频均来源自网络